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希望我们 祖师希望我们 这句佛号不能丢掉 一句接着一句 念自在自 无论什么时候 这一口气不来 阿弥陀佛借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就对了 这佛号怎样才能够 保持不失去 没有别的 就是一句话 彻底放下 放下身心世界 放下试图世界一切法 佛号就不间断了 这是功夫啊 咱练的是什么 练的就是这个功夫 口里面 不念 没关系 心里的佛号没中断了 就对了 史村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法上应是 活宽非法 这句话对谁说的 八十以上 当即者 一切众生都要明了 都要能体会得到 人生真难得 佛法真难闻 这不是假的 七星冬天分别之处 交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 从来没离开过 这些东西越严重 六道轮回出不去 所以佛在四地真实 慈悲到极处 教我们 耀耳利益 什么欲望都要放下 做好事呢 为人呢 为人 如果还有人不喜欢的话 也要放下 不放下 不放下就有障碍啊 就有烦恼啊 烦恼就是业 而且是不善的业 何必呢 他造不善业 我也造不善业 大家一起堕落 不如让他 他造他的业 我造我的业 我的业就一句阿弥陀佛 念念不忘 念此在此 我只有一条路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亲近阿弥陀佛 其他的都不是我的事情 通通放下 身体随缘 随缘度日就最自在了 遇到缘 可以随喜 随喜就是说 不止住 一定要相信 生死有命 富贵有天 真正能相信这两句话的人 行是顶顶顶 不求长生 也不求赶快死 都不求 没有求的念头 一切顺其自然 活一天 干什么事 也一天佛了 这一天没有不过 活这一天没有念佛 那就他错他错了 这一天不过了 弥陀第一次 哪有不念弥陀的道理 信佛呢 要成亲近佛 现在佛不在我们面前 我们怎么样亲近他呢 我们每一天读经 读经呢 就是听佛的教训 这是亲近佛 我们每一天念佛 念佛就是亲近佛 念自在自 何款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弥陀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所以我们要把念佛 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 唯一的一桩大死 念这个字是精心 现在的心 你心上真有啊 这个叫念佛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心里面真有 不但白天你念自在自 夜晚睡觉啊 也会梦到佛经经 俗话常讲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啊 这些都能证明我们念佛的功夫 梦中能够做得了主了 将来这就是病痛的时候 病中可以做得了主 这些很重要啊 一定要把阿弥陀佛 把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 要放在心上 我常常劝同学们 要读经 要听讲 要把阿弥陀佛心愿进行 放在心上 这叫真面佛 阿弥陀佛存的是什么心 也就是说明 阿弥陀佛用什么样的心 除世带人节目 我们要说他 经上说得很笨 阿弥陀佛用真心 不是我心 用清净心 用平等心 用大慈悲心 我们是不是也用这个心 除世带人节目 我们真能用这个心 除世带人节目 给主说 你是真面佛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 阿弥陀佛是什么愿望 经上的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 远远都是普度众生 我们把四十八愿念得很熟 把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大愿 我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 也一样 这是真面佛 阿弥陀佛怎么样修行 阿弥陀佛如何正苦 如何在四方世界 接引众生 我们把这些事情 时时刻刻放在心上 静念相继 这是真面佛 依照阿弥陀佛 这个模样 塑造自己 使自己跟阿弥陀佛一幕一样 诸位想想 那还能不我神吗 决定我神吗 佛有能力 引导一切正寸 在一生当中 远臣佛道 真得究竟圆满的佛苦 用什么方法呢 最深之道就是念佛法 特别是 祝佛之所住 信佛之所信 念佛之所念 要针对谢 要落实在自己 要落实在自己 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除世待人节目 念自在自 大师之之中 大师之之中 大师之菩萨 告诉我们 独学六根 教给我们的方法 独学六根 敬念相及 这两句是说的方法 就是支持明号的方法 要用独学六根 敬念相及 这样的支持 就对了 敬念 念清净 纯仪 心向佛 可无念佛 这就清净了 没有杂念 相及 就是不断 想佛念佛 都要叫它不间断 求生西方 这个意念 就如同 游子思想 离开家乡 在外面很多年 总是想 回家去看看 特别是在外面 是不得意的时候 在外面很得意 把家就忘掉了 在外面受苦受难 就常常会想到故乡 会常常想到父母 家乡的这些亲戚父老 特别是在 特别是在不得知的时候 是在困苦的时候 我们在此地 不得知 搞六道轮回 八福交接 所以 思归的心 非常之 恳切 那么这个样子 念念 即 无有 展望 这个样子 修学 这叫 四指 这是在四上 用功 行 年迟大四将 果然 能这样用功 皇三 西方 极乐世界 这边 有分 有我们这一分 禅 词 集完 mein 伍 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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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